志工劉秋鳳原本就是裁縫高手 但像這樣低著頭的動作 對她來說很吃力 十年前她因為頸部病變 開了四次刀 後遺症一次比一次嚴重 我現在還跟釘子 然後一片鐵片在那個 在這邊後腦勺這裡 摸都摸得到 我現在過馬路 我就要移光看 不然的話我就要怎樣轉過來 脖子幾乎不能轉動 雙手雙腳也無力 生病初期她常常問 為什麼是我 我剛開始也不能接受 後來真的真的有上人 不然的話真的走不過來 上人講的那一句話最多 有事做你就忘了你的病痛 還好上人的話點醒了她 當我在做的時候 我什麼痛都忘記了 做完了以後 還是很痛 可是就是要告訴自己 我又活過了一天 很心疼她 可是她就為了疫情 因為遵循上人的理念 所以她也是很認真地在做 剛才的時候不知道她有開刀 後來再知道說她有開刀 我就很 我都感到感動了 活著真好 只要活著 就算是再痛苦都沒關係 現在的琉秋鳳珍惜每一天 因為付出的當下 才能感受真實的活著 大愛新聞 詹菌林欣宏 台中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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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